嘉庆四年1799正月13日 嘉庆帝宣布和珅的20款大罪 下旨抄家 根据野史和笔记的记载 这次抄家供的白银八亿两 也有二亿两之说 民间因此传闻和珅跌倒 嘉庆吃饱 不过笔者对此较为怀疑 认为和珅的家产是被夸大了 而且是无尽的夸大 先来搞清楚八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 康熙晚年 清政府的人丁、田赋、海关 以及各种雀官的收入 大致在3500万两左右 及国库一年的收入 从乾隆盛世时期一直到道光初年 国库收入也大致维持在4000万两左右 换言之 和珅的家产是清王朝20年的财政收入总和 以物价水平而言 乾隆时期一两白银 可以购买一袋粮食 即120斤粮食 我们便以2.5元一斤大米的价格进行换算 那么乾隆时期 一两白银就大致等于300元 和珅的家产总和换算成人民币就是2400亿 和珅自乾隆40年开始 由年干处侍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 玉乾侍卫 正拦起满洲副都统开始 从此清云直上 不过和珅巅峰时期却是在乾隆51年之后 那时他升任文华殿大学士 身兼户部 吏部 礼藩院赏书 内务府总管大臣等要职 而和珅成为第二号人物 则在嘉庆二年阿贵去世之后 由他出任首席军机大臣 从和珅的履历可以看出 和珅权力最大的时期是从乾隆51年开始 直到乾隆驾崩的嘉庆四年 满打满算只有14年 笔者大致推断 在乾隆51年之前 和珅纵然有贪污情币 大致也不会太多 这样算来 14年贪污了八亿两白银 折合每年约五千七百万两 每天约十五万六千两 当然 和珅的八亿两白银并非都是现银 而是折合房产 填土 当铺 财物 家口的总和 现银其实只占很少的比例 那么其他方面的财产 都是人为推算出来的 这里就留下了很多的悬念 和想象的空间 再来看看官方记载的 和珅家产 关于和珅房产被抄的记录 清宫档案中有确切的记录 和珅的房产总共有四部分 第一 京城内外取租房 一千零一间半 第二 卓州等出去租房 二百七十九间 第三 京城花园一所房 一千零三间 游廊楼庭 三百五十七间 善元安 寓所一处房 八十六间 游廊四十二间 赏给石公主住房 六所九十八间 赏给庆郡王宅门口 等处铺面房 七十五间 会计司胡同等处房 一百四十一间 正阳门大石烂 等处铺面房 四百九十六间 马圈一所 四十五间 第四 热和寓所一处房间 游廊三百六十八间 附近房 马圈共七处 一百六十五间半 内灰房十七间 自两间房至 阿姆阿呼朗图寓所 八处一百七十六间 内草房十七间 以上房产项目 总共雇银 二十万零三千零八十五点五两 二 田地 根据绵恩 纯莹等奏折 以及军机处 陆赴奏折 嘉庆珠和珅案的记载 和珅的田地 大致分布在直立 热和 京城近郊 总地亩共十六万五千四百一十三点六四亩 价值十九万四千五百一十五点七两 三 金银前相 根据绵恩等人的奏折记载 和珅的现银为库平文银 二百八十三万三千二百四十九两六千一份 青石鹿隶属 和珅二十大最壮士 提及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 四户藏金六千余两 金数相加大约为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 如果照一点十五分的比率 则金和银四十八万两 内务府来文中载 查超和珅家产内 查出前五万九千 一百二十六调七百十四文 如以每吊钱和半两银的比率 则计两万九千五百六十三点三五七两 以上金银前数数目相加 共和银三百三十四万两千八百一十二点九六七两 四 典当店铺即借出银钱 根据绵恩等人奏折和青石鹿载 和珅人欠向共计两万六千三百一十五两 档铺十二座为载入资本数目 如以每座三万五千两计 估四十二万两 另外 和珅在三河等周县也有档铺 现存银两月二十万两 档铺总计为六十四万六千三百一十五两 五 财物 和珅所藏的金玉铜器至今未发现查超清单 目前原始资料中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载 但在和珅最十五十六中载 家内所藏珍宝 内珍珠首串竟有二百余串 较之大内多至数倍 并有大珠教御用关顶尤大 其大最十五 宝石顶并非一英代之物 所藏珍宝石顶有数十余个 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 且有内附所无者 其大最十六 实际上在和珅各类资产中 唯有玉珠铜瓷器物这部分 也无任何数量线索 而价值最难顾忌 但这也可以进行推算 如乾隆朝位列贪官名副的陈辉祖 为二十四万两 李氏瑶为二十三万两 其次是王淡王和承安个十五万两 这四个人都是和珅同时代人物 和珅的财物再多 也不会超过这四人之和 这样算来和珅财物不过超过七十九万两 六 奴婢人口 永熙 永来等人奏折在和珅花园内 看园内间十名 家人南富二十八名 即三十八口 热河城内务府文中载 贵平口山平地八顷六十九亩 木放马十六匹 家人三户 即南富大小十口 军机处陆富奏折载 和珅在经家奴七十九户 共三百零八名 此外还有逃亡连援等十八户加奴 一再经三百零八名推计 加上逃亡十八户 每户平均人口三点九名 以上总计四百二十六名 按照当时十两人之价 估四千二百六十两 以上六项所涵盖的 就是和珅的所有家产总和 估算下来为白银失败吧 十五万四千七百九十二点一九两 换句话说和珅家产远非广为流传的二亿两 八亿两只说 它的家产虽然关于群臣 但是远远达不到 上面是取得最低值的一个预算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相信 怎么可能这么少 现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 所有的和珅的家产清单 基本出自各路爷氏笔记 官方给的估值只有两千万两百银 每份清单的描述不同 最低的估值是一千万 最高的估值是八个亿 由于清单是我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 覆灭时也没有经过大的战乱与破坏 所以清工各类档案保存完好 目前流传下来的 记载和珅家产的野史笔记 资料很多 如查抄和珅家产清单 集深制掠等等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收藏了一本和珅犯罪权案的 其中记载和珅家产以估价的部分金银 人参 绸缎 玉器库 档铺 古玩铺 田地等 价值为两亿多两百银 房屋花园 珍宝古玩等则没有估价 但是和珅犯罪权案当 对和珅家产的估值明显过高 仅黄金就有710万两盒 262.88吨 而在1870年 也就是西方大国开始建立 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年代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存量也只有161.11吨 俄罗斯帝国黄金储备160吨 奥匈帝国49.52吨 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是107吨 当时全球黄金储备数量最多的是法莱西银行 为216.78吨 也就是说和珅家中仅黄金一项 就超过70年后列强的央行黄金储备 所以和珅家藏金710万两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大 各位可以自己想象 和珅犯罪权案当 对和珅府中两座玉器库估价白银7000万两 比乾隆时期全国岁入还多 也显然过高 如果参考乾隆 嘉庆时期笔记史料中记载的京城物价 清代公布档案择立中的王府造价 以及清衣园 长春园等西郊皇家园林的公料造价 可以大致推算出 和珅府邸房屋花园的价值 大约不超过200万两 珠宝首饰 古玩玉器 金银器 家具皮草等项的价值 大约在白银500万到900万两左右 取其高值 和珅家产的可靠数字 大约为白银1100万两左右 相当于朝廷岁入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左右 和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贪官 不过他始终奉行三不贪原则 一不贪军费军饷 二不贪抗在镇计 三不贪科举取势 这就是嘉庆帝在玉址中 只字未提贪污二字的原因 那么和珅贪污的迹象大头 就是各级官员的孝敬了 以此来看 和珅想贪污上一辆 确实也是难于登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